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 卡拉多25岁 阿姆多兰耶夫29岁 身高方面 卡拉多有着三公分的身高优势 而且卡拉多有着更多的打赛经验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昆上传美国你全力打造的 昆仑学四路英雄西宁战的比赛现场 我是昆仑学乔伯 我是王翰 乔伯好 大家好 王翰老师你好 这场比赛 卡拉多对战 阿姆多兰耶夫 这又是两个战争非常恐怖 非常吓人的两名选手 是的 一个46胜 一个40胜 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 是阿姆多兰耶夫想要去突破极限挑战自我 但是没有能够很好的在70公斤 及驻身之战这个级别当中 阿姆多兰耶夫是踢成了第二哥的当步 转身的后登嘴 后登嘴 本次呢是迪阿卡拉多第二次参加空轮决的比赛 上一次呢是KO对手获胜 而是这场比赛双方也是在为了争夺未来的空轮决2016年75年 的空轮决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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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 而进行的一场资格赛 而这场比赛阿姆多兰耶夫是回到自己最为擅长的体重的级别 号称眼镜石啊看来很毒辣 后手拳特别的快 阿姆多拉耶夫在之前呢就以自己的拳腿快似闪电快如这个毒蛇土性一般而著称 迪阿哥卡拉多是葡萄牙的葡萄牙盛产选拳 现在看到卡拉多也是有着左右架互换的能力 拉布特拉耶夫 连续的 我们看到连续双方在拼这个高扫踢 在第一队队队当中双方还是以试探为主 连续双方的后腿就是左腿的高扫踢 是颇为犀利 看来这个压势阿卜杜拉这个趋势往下压了狗很保 但是双方动了现在打动了现在不分上下 到目前为止看到这个迪阿哥卡拉多他出腿的次数 是相当来是更加多一些 多一些 但是双方还没有说谁真正把谁压迫的打得占很大优势 现在还不太明显 好刚才一个试探性的次拳又打到 我们本次的比赛是在青海西宁 我们有着两千多米的海拔的这么一个地理的情况 所以说选手越是到这个时候到比赛的后排断 到第三回合真实考验选手的体能 所以说一个好运动要在这会儿实用这一款 再一个就是合理的科学的分辨体能 这连续的左右的 左右是一个接腿 然后直接接腿 接腿迎进 这才不错 换颜色 阿卜杜拉耶夫的直线的进攻 非常受效 第二个卡拉多的接腿 再一次的组合拳 阿卜杜拉耶夫打左右直线 你没看一个毛病 幅度太大 左右晃动幅度太大 那刚才是阿卜杜拉耶夫 阿卜杜拉耶夫对于卡拉多的支撑腿予以干扰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从在第一回合当中看到还是以事弹为主双方也都曾经出过重击 而且我看到是 标签卡拉多是回法进攻的多一些 而阿卜杜拉耶夫是全法的进攻的比较多一些 确实就像阿卜杜拉耶夫的幅度有点大 打拳的幅度有点大 是的 撤裁的幅度有点大 在第一回合 非常重要的 两回合 对于卡拉多的 corporate 与他哥也说什么 就是我轻轻的 同样 看到卡拉多 腿法出的更多一些 在这个时候看到阿布拉耶夫的腿法 相对来说也是更加的频繁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 迪亚哥卡拉多的出这种前腿的高草地 而且特别就是前腿高草地 我们直观的来看到 阿布拉耶夫的右臂 现在已经是紫红 他就是为了要克制阿布拉耶夫的后手拳 现在目前来看 还是迪亚哥卡拉多的腿法要是高于他 是的 他的拳法 阿布拉多阿布拉耶夫 他的拳法 你说他打得很好 说到之前 但他左右肩晃动太大 是的 晃动太大 他这带着个报架 打完以后 他这报架就没有 谁要比好于他了 迪亚哥卡拉多要好于他 这个赢机十分危险 抗技能还是不错 这两个人应该正常情况下倒下了就 是的 看到迪亚卡拉多 一直用自己的左腿的重击来去 来去打击阿布拉耶夫的右臂 这种 这种腿法 还想踢头 但是打他的高臂 打在他那个防守 手臂上了 对这样的话 阿布拉耶夫呢 他是 他如果不打的话呢 肯定对于头部是很大的威胁 他打的话呢 手臂肯定又是麻木 对 但目前来讲 你这东西只能去打 但是要打对方的时候要稍往前压一点 比往后伤 往越伤 这个力弊都打得越疼 是的 之前呢是泰拳的传奇 亚森克莱成功的运用这相同的战术 对 遏制住了俊才玛拉特 以及俄罗斯的成品是安全的 把你一打上下手掉下来 再进行二个打一 小金刚才这两拳打完以后 这个阿布拉耶夫啊 这个他的气势一直有 一直步步紧逼 就回反的 稍微技术稍微清晰 第二个 要个卡拉多 阿布拉耶夫呢 中拳 好的 刚才打那个走音 左上口的你打得不错 我看确实啊 迪亚卡拉多是不停的在用自己的左腿 方向打的飞机主动 刚才那个迪亚卡拉多刚才那几个动作不错 全腿结合不错 阿布拉耶夫给迪亚卡拉多的支撑腿 也予以踢机 第二回合 双方的体能还都不错啊 是的 步步紧逼 但现在步步紧逼呢 还是阿布拉耶夫呢 紧逼的多一些 我看到啊 只要卡拉多他的这个左腿啊可以做到多发连击 转身就给对方打了个音机 你看 反击 摆圈 好第二局比赛结束 双方还打的技术非常还都可以 还是双波动之间 我认为都有互有机动 互有表现非常优秀 但是主要现在谁在场上多大优势 完全压制对方了呢 还不是很明显 在这一回合呢看到有多次 你看卡拉多他的这个中高段的这个倒踢 对 看到刚才这个来动机的时候 他这个组合 刚才看这个卡拉多这个组合打的还不错 他主要上下结合结合的好 由推法还有左右摆圈结合的好 刚才呢 他的失误了 让那个阿布拉耶夫啊 打了这两个动机 直拳 这个直拳还是阿布拉耶夫打的好 刚方真是你来我往不惜体力 看来技能确实好 我看到确实卡拉多他的这个左腿啊 确实能够非常 他非常自然多发连击 再看到 阿布拉耶夫在特别第三回合 随着体能下滑掉 非常小心 换手的这个 看到又是再次的 看到第三回合 刚刚一开始 这个阿布拉耶夫马上左右直拳是上 是的 好的 这个 转身的拳 这个卡拉多稍微放松一点 刚才在放松中间就做出了 好的 接把这个恒打腿打出去以后 你能把拳回强 这个动争意识啊 阿布拉耶夫很强啊 好的 看到这个卡拉多 其实应该是非常明显在第三回合 还要不停的在用自动 现在光看你身上那个这个打的痕迹啊 你看看这个阿布拉耶夫 他这个右左臂和左 后背点 抽了多少腿啊 是的 这个说明在腿的功能 腿在这功能上 卡拉多带有优势 但卡拉多这样 好 刚才卡拉多的一个带摔 这个帅摔转身的 顺势的 这是允许的 在泰拳里也是有的 是的 哦 这个非常危险 直接上头 现在一开赛的第三回合开赛 现在可能是卡拉多的步步紧逼啊 这是 现在卡拉多呢 刚刚也是有过 迎击成功的时候 拳法迎击成功的时候 现在对于阿布拉耶夫来说 就是比较头疼 是怎么样打入了 对 他现在左右直拳 这个阿布拉耶夫打确实很不错 但是呢 整体的技术呢 我现在跟你说 他的腿法 结合着左右摆拳 哎呀 这个卡拉多 是他想要转身腿法的 被卡拉多预判到了 双方都有互助 双方都是顶着打 这双方应远 品质没有问题 斗 斗志也没有问题 现在就看谁 再咬牙挺一下 谁是技术发挥的 再减乳一些 哎 这关 看见没有下半部 这个加哥 要哥打得不够 是的 放松开了 不跟对手去硬拼死拼 对 刚才几个动作打得比较 他要加大的以后 在下面的拳的重量 我先压一下 左右之前的重量 再往下压一下就好了 嗯 他的 这个横打腿 边腿 包括他这个 他这个 接这个拳法 他接得非常好 40秒的时间 再一次的扫踢 小心 不要这慢慢能不能再转身 这边 都是略有下降了 那个阿卜杜耶夫 是的 卡拉多的这个 左腿啊 可以说是随心所欲 他最把这次卡拉多用的确实很好 因为冲这个 这个阿卜杜耶夫 他背上的色就都看出来了 是的 这个时间 哎呀 这个扫板不正好 好 比赛结束 打得都不错 方方不贵 这是有高战绩的这个选手 永不言败 继续主动 这就是自由摩托 我刚才会的 我呀 我怎么还可以 可以 我不能 我不能 这就是 我 不就是 这就是 我 我 本场比赛经过裁判的裁定 结果如下 1号裁判 29比30 29 30 2号裁判 27比30 3号裁判 27比30 4号裁判 29比30 5号裁判 29比30 5号裁判 29比30 and the winner by the blue corner 比赛结果 蓝方上 蓝方 比较跟卡拉多 击败了阿斯多拉耶夫 夺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优优独播剧 优独播剧